撒加利亚书,第一章,大刘士王第二年八月,耶和华的话临到一多的孙子,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,说,耶和华曾甚不喜悦你们列祖。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,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大军之,耶和华说,你们要转向我,我就转向你们,这是大军之,耶和华说的。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,从前的先知曾呼叫他们说,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你们要转离你们的恶到恶行,他们却不听,也不顺从我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?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?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,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,岂不抓住你们列祖吗? 他们就回头,说,大军之,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座位向我们怎样行,他已照样行了。 大刘市第二年十一月,就是戏坝特月二十四日,耶和华的话临到一多的孙子,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,说,我夜间观看,现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底翻十六树中间,在他身后又有红马,斑马和白马。 我就说,我主啊,这些是圣魔意思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,我要指示你,这些是圣魔意思。 那站在翻十六树中间的人回答说,这些是凤,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 那些骑马的队站在翻十六树中间,耶和华的天使说,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,现全的都安息平静。 于是,耶和华的天使说,大君知,耶和华呀,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,你不是怜悯要到基石呢? 耶和华就用美善话并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 与我谈论的天使对我说,你要宣告说,大君知,耶和华如此说,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,心里极其火热。 我极其不悦那安逸的一交之民,因我从前稍稍不悦我民,他们就加害过分。 所以,耶和华如此说,我已经回到耶路撒冷,仍是怜悯,我的殿壁重建在其中,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,这是大君知,耶和华说的。 你要仍宣告说,大君知,耶和华如此说,我的诚意必仍丰盛开广,耶和华必仍安慰西安,拣选耶路撒冷。 于是,我举目观看,现有四脚。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,这些是圣魔意思。 他回答说,这些是打散犹大,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。 耶和华又指四个木匠给我看。 我说,他们来做圣魔呢。 他说,这些是将由大打散了的脚,使人不敢抬头,但这些是来威吓他们,要打去外邦人的脚,就是举起打散由大地的脚。 撒加利亚书,第二章,我又举目观看,现一人手拿准绳。 于是我说,你往哪里去? 他对我说,要去量耶路撒冷,看有多宽多长。 忽然,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,又有一个天使迎着他来。 对他说,你跑去告诉这少年人说,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,好像无城墙的村庄,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 耶和华说,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,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 耶和华说,现在你们要出来,从北方之地逃回,因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丰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与女子巴比伦同住的西安,应当自救。 大军之,耶和华说,在显出荣耀之后,他差遣,我去惩罚纳鲁掠你们的列国,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孔。 看啊,我要向他们摇动我的手,他们就必做他们仆人的卤物,你们便知道大军之,耶和华差遣我了。 女子西安啊,应当欢乐歌唱,看啊,因我来要住在你中间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那日,必有许多国病语,耶和华,做我的子民。 我要住在你中间,你就知道大军之,耶和华差遣,我到你那里去了。 耶和华必收回忧大作他在圣地的分,也必在拣选耶路撒冷。 凡有血气的啊,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,因他兴起,从他圣居所出来了撒加利亚书,第三章。 他又指给我看,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天使面前,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 耶和华向撒旦说,撒旦啊,耶和华则贝尼,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则贝尼。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?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天使面前。 他回答告诉站在他面前的说,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 又对约书亚说,看啊,我使你脱离罪孽,要给你套换衣服穿上。 我说,要将华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 他们就把华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,给他穿上衣服。 耶和华的天使在旁边站立。 耶和华的天使告诫约书亚说,大君知,耶和华如此说, 你若遵行我的道,谨守我的命令,你就可以审判我的家,也可以看守我的愿语。 我又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 大祭司约书亚,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,因他们是稀奇的, 看啊,因我必使我的仆人描意发出。 看啊,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,在一块石头上必有七眼。 大君知,耶和华说,看啊,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,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 当那日,你们个人要请邻居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 这是大君知,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书,第四章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,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,问我说,你看见了什么? 我说,我观看,现有一个纯金的竹台,顶上有碗,竹台上有七盏灯,七盏有七个管子。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,一棵在碗的右边,一棵在碗的左边。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,我主,这些是圣魔意思。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,你不知道这些是圣魔意思吗? 我说,我主,我不知道。 他回答我说,这是耶和华只是索罗巴伯的大君知,耶和华说,不是倚靠势力,不是倚靠才能,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城市。 大山啊,你是谁? 在索罗巴伯面前,你必成为平地,他必从其中搬出头块石头,人且大声欢呼说,愿恩典,恩典归于他。 耶和华的话,又临到我说,索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,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弓,你就知道大君知,耶和华差前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 谁藐视这日的侍卫小呢? 因他们必欢喜,又必与那七眼见索罗巴伯手拿献他,那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便查全地。 我就问他说,这竹台左右以上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? 我又问他说,这两根橄榄枝灌乎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是什么意思? 他对我说,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吗? 我说,我主,我不知道。 他说,这是两个受高者站在全地之主的旁边撒加利亚书第五章,我转身举目观看现有一飞行的书卷。 他问我说,你看现甚魔? 我回答说,我看现一飞行的书卷长二十轴,宽十轴。 他对我说,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。 凡偷窃的弊案卷上这面的画简出,凡其假式的弊案卷上那面的画简出。 大军之,耶和华说,我必使这书卷出去,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式人的家,书卷必留在他家里,连房屋带墓石都毁灭了。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,对我说,你要举目观看,线索出来的是圣魔。 我说,这是圣魔呢? 他说,这出来的是一个依法。 他又说,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。 我见有众议他连德的签被举起来,这坐在依法中的是个妇人。 天使说,这是罪恶。 他就把他扔在依法中,将那片圆签扔在其中的口上。 我又举目观看,现有两个妇人出来,在他们翅膀中有风,翅膀如同灌鸟的翅膀。 他们将依法抬在天地中间。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,他们要将依法抬到哪里去呢? 他对我说,要往事拿地去,为他盖造房屋。 等房屋立文,就把他安置在他自己的地方,撒加利亚书。 第六章,我转身,举目观看,现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,那山是同山。 第一辆车套着红马,第二辆车套着黑马,第三辆车套着白马,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。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,我主,这些是圣魔意思。 天使回答我说,这些是诸天的四灵,是从全地之主面前出来的。 套着车的黑马往北方去,白马跟随在后,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。 装马出来,要在遍地走来走去。 天使说,你们离开这里,在遍地走来走去。 托门就照样行了。 他又呼叫我说,看啊,这些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令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,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、多比亚、耶大亚的金银。 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藩亚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。 当日你要进他的家,取着金银做冠冕,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。 对他说,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看啊,那名称谓苗义,他要在本处长起来,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,他必担负尊荣,坐在位上掌王权,又必在位上做祭司,就是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 这冠冕要归西连、多比亚、耶大亚和西藩亚的儿子约,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。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,你们就知道大军之,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 你们若留意听从,耶和华你们,神的话,这是必然成就,撒加利亚书第七章。 大刘士王第四年九月,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,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。 那时,他们已经打发沙利亚和利坚米勒,并跟从他们的人,往神的殿在耶和华面前祈祷, 并问大军之,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,我历年以来,在五月间哭泣斋戒,现在还当这样行吗? 大军之,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,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,说, 你们那七十年,在五月,七月禁食悲哀,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? 那时,你们吃喝,不是为自己吃,为自己喝吗? 当耶路撒冷和思维的诚意有居民,正兴胜,南地和平原有人居住的时候, 耶和华界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,你们不当听吗?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,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 要按照理判断,个人以慈爱怜悯待自己兄弟,不可欺压寡妇,无妇的,做客旅的,和贫穷人, 你们谁都不可心理谋害他的兄弟,他们却不肯听从,扭转肩头,塞尔不听, 他们使心硬如金刚石,免得他们听从律法和大军之, 耶和华用灵界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, 故此,大军之,耶和华大发烈怒, 所以,大军之,耶和华说, 我曾呼唤他们,他们不听,将来他们呼求我,我也不听, 我却以旋风吹散了他们,散到他们素不认识的列国中, 这样,他们的地就荒凉,甚至无人来往经过, 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撒加利亚书第八章, 大军之,耶和华的话在临到我说, 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 我曾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,我大发烈怒为他火热, 耶和华如此说,我现在回到西安,要住在耶路撒冷中, 耶路撒冷必称位城时的城, 大军之,耶和华的山必称位圣山, 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 将来必仍有年老的男女住在耶路撒冷街上, 因为年纪老迈就守哪拐杖, 城中街上避满有男孩女孩玩耍, 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 在这些日子,这是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位稀奇, 在我眼中也看位稀奇吗? 这是大军之,耶和华说的, 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 看啊,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, 我要领他们来,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,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,我要做他们的, 神都平成石和公义。 大军之,耶和华如此说, 当建造大军之,耶和华的殿, 利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, 你们在这些日子听见,应当手里强壮。 这些日子已先,人得不着顾驾, 牲畜也是如此, 且因苦难的缘故,出入之人不得平安。 乃因我使众人跟邻居互相攻击, 但如今,我待这余圣的民必不像从前。 这是大军之,耶和华说的, 因为撒种必至顺利, 葡萄树必结果子, 地土必有出产, 诸天必将甘露, 我要使这余圣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。 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, 你们从前在一交民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, 照样我要拯救你们, 使你们叫人得福。 你们不要惧怕, 手要强壮。 大军之, 耶和华如此说, 你们列足柔我发怒的时候, 我怎样定义罚办你们? 大军之, 耶和华说, 我并不后悔, 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, 你们不要惧怕。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, 个人与邻居说话诚实, 在城门口暗置里判断, 使人和睦。 你们谁都不可心理谋害邻居, 也不可喜爱其假事。 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,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大军之,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, 大军之, 耶和华如此说, 四月, 五月近时的日子, 七月, 十月近时的日子, 必便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, 所以你们要喜爱真理与和平。 大军之, 耶和华如此说, 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, 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, 说, 我们要快去在耶和华面前祈祷, 寻求大军之, 耶和华, 我也要去。 必有多民并强盛地过来到耶路撒冷, 寻求大军之, 耶和华, 并在耶和华面前祈祷。 大军之, 耶和华如此说, 在那些日子, 必有十个人从列国方言中出来, 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, 说, 我们要与你们同去, 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, 撒加利亚书第九章, 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第大马士革, 那时, 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必仰望耶和华。 哈马也必靠近魏林, 至于推罗, 西顿, 他虽大有智慧, 也必如此。 推罗为自己修筑宝杖, 积蓄银子如沉沙, 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。 看啊, 主必赶出他, 打败他海上的权力, 他必被火吞灭。 亚什基伦必看见而惧怕, 加萨和以格伦也必看见, 且甚忧愁, 他因失了指望蒙修, 加萨必不再有君王, 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。 私生子必住在亚什图, 我必捡除非历史人的骄傲, 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, 和牙齿内可增之物, 他道必作为余圣的人归于我们的, 神必在由大象省长, 以格伦必如耶布斯人。 我必因敌君, 为敌君任意往来的缘故, 在我家的四位安影, 暴虐的人必不再经过, 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, 女子西安啊, 应当大大喜乐, 女子耶路撒冷啊, 应当欢呼, 看啊,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, 他是公义的, 并且施行拯救, 千千和和的骑驻驴, 又骑驻驴的驱子, 我必除灭以法连的战车,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, 征战的弓也必除灭, 他必向一交的民讲和平, 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道那海, 从大河管道地基, 西安啊, 我给予你立约的血, 也将你中间被掳而求的人, 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, 你们被求有盼望的人, 都要转回宝障, 我今日说明, 我必双倍赐福给你们, 那时, 我拿由大做上弦的弓, 拿以法连为张弓的剑, 西安啊, 我已兴起你的重子, 攻击希腊的重子, 使你如永世的刀, 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, 他的剑必射出向闪电, 主耶和华必吹号, 呈南方的旋风而行, 大军之, 耶和华必保护他们, 他们必吞灭仇敌, 用弹石制服他们, 他们必喝血呐喊, 犹如饮酒, 他们必向盛满血的碗, 又向弹的四脚满了血, 当那日, 耶和华他们的, 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, 拯救他们, 因为他们必向冠冕上的宝石, 在他的地上, 向举起的旗帜, 他的恩慈和等大, 他的容美和其上, 吴谷是少男喜笑, 心酒是处女欢乐, 撒加利亚书, 第十章, 当春雨的时候, 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, 这样, 耶和华就必做光明的云彩, 为个人降下甘霖, 是田园生长菜书, 因为偶像所言的是虚空, 不是所见的是虚假, 所说的是假梦, 他们白白的安慰人, 所以, 众人如羊流离, 因从无牧人就受苦, 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, 惩罚了山羊, 因我大军知, 耶和华已经眷顾自己的羊群, 就是尤大家, 以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, 房角石, 钉子, 征战的功, 和一切行暴虐的, 都已从他一同出来, 他们必如永世在镇上, 将愁敌剑踏在街上的泥土中, 他们必征战, 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, 骑马的也必羞愧, 我要兼顾尤大家, 拯救约瑟家, 要领他们归回, 我要连续他们, 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, 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, 神也必听允他们的祷告, 以法连人必如永世, 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, 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, 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, 我要发私声聚集他们, 因我已经就赎他们, 他们的人数必加增, 如从前加增一样, 我必拨散他们在列国中, 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, 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, 并且转回, 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, 招聚他们出亚树, 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, 这地上且不够他们居住, 耶和华必经过苦海, 击达海浪, 使河的深处都枯浅, 亚树的骄傲必至卑微, 埃及的权柄必然灭美, 我必使他们依靠, 耶和华得以兼顾, 一举一动, 必奉我的名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, 离巴嫩啊, 开开你的门, 人火吞灭你的香柏树, 松树应当哀嚎, 因为香柏树青岛, 因强壮的树毁坏, 巴山的橡树啊, 应当哀嚎, 因为有葡萄可摘的园林, 已经倒了, 听啊, 有牧人哀嚎的声音, 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, 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, 因约淡河旁的丛林荒废了, 耶和华, 我的, 神如此说, 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江崽的群羊, 买他们的崽他们, 以自己谓无罪, 卖他们的说,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, 因我成为富族, 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, 耶和华说, 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, 看啊, 我却要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居和他们王的手中, 他们避毁灭这地, 我也不就这民脱离他们的手, 我又要牧养你们, 这江崽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啊, 我拿着两根杖, 一根我称为荣美, 一根我称为连锁, 这样, 我牧养了群羊, 一月之内, 我也剪除三个牧人, 我的心也厌弃他们, 他们的心也憎恶我, 我就说, 我不牧养你们, 要死的由他死, 要被剪除的由他被剪除, 余下的由他们彼此向尸, 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, 表明我废弃与众民所立的约, 当日就废弃了, 这样, 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, 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, 我对他们说, 你们若以为美, 就给我公价, 若不然, 就罢了, 于是, 他们给了三十块银子, 作为我的公价, 耶和华对我说, 要把众人给我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陶匠, 我便拿这三十块银子, 在耶和华的店中丢给陶匠了, 于是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, 表明我废弃由大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, 耶和华又对我说, 你去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,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, 他不看顾被剪除的, 不寻找出生的, 不医治受伤的, 也不牧养仍存力的, 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驼么的蹄瓣, 做偶像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, 刀壁临到他的绑臂和右眼上, 他的绑臂壁竟然枯干, 他的右眼也必全然昏暗, 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, 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, 普章诸天建立地基, 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, 看啊, 当他们困有大河耶路撒冷的时候, 我必使耶路撒冷向四维列国的民, 成为令人战惊的碑, 那日, 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众民, 当作一块种石头, 凡举起的, 就是全地聚集的民要举着石头, 都必被压碎, 耶和华说, 到那日, 我必使一切马匹金黄, 使骑马的癫狂, 我必睁眼看顾尤大家, 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, 在尤大掌权的必信里说, 耶路撒冷的居民, 倚靠大军之耶和华他们的, 神就必做我们的能力, 那日, 我必使尤大掌权的如火炉在木柴中, 又如火把在河捆里, 他们必左右吞灭四维列国的民, 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, 就是耶路撒冷, 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, 免得大卫家的荣耀, 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, 自居卫大, 向犹大夸耀, 那日, 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, 他们中尖软弱的必如大卫, 大卫的家必如神, 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天使, 那日, 我必定一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, 我必将那施恩教人恳求的灵,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, 他们必仰望我, 就是他们所赐的, 必为我悲哀, 如丧他的独生子, 又为我愁苦, 如丧他的长子, 那日, 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, 如米吉多古中至哈达临门的悲哀, 境内一家一家地都比悲哀, 大卫家, 男的独在一处, 女的独在一处, 拿丹家, 男的独在一处, 女的独在一处, 立卫家, 男的独在一处, 女的独在一处, 是美家, 男的独在一处, 女的独在一处, 其余的各家, 男的独在一处, 女的独在一处, 撒加利亚书, 第十三章, 那日, 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, 一个泉源, 洗除罪恶与污秽, 大君之, 耶和华说, 那日, 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, 不再被人纪念, 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, 若再有人说预言, 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, 你不得存活, 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谎, 生他的父母, 在他说预言的时候, 要将他刺透, 那日, 凡做先知说预言的, 必因他所论的异想羞愧, 他们也不再穿粗衣红骗人, 他道必说, 我不是贤知, 我是做农夫的, 我从幼年人就叫导我牧养牲畜, 必有人问他说, 你两手里的是肾魔伤呢, 他必回答说, 那些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, 大军之, 耶和华说, 刀剑啊, 应当行起, 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, 击打牧人, 扬救分散, 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, 耶和华说, 这全地的人, 三分之二必减除而死, 三分之一仍必存留,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, 熬练他们, 如熬练银子, 试练他们, 如试练金子,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, 我必听允他们, 我要说, 这是我的子民, 他们也要说, 耶和华是我的神, 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, 看啊,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, 你的略物必在你中间分散, 因为我必具吉列国与耶路撒冷征战, 城必被攻取, 房屋被抢夺, 妇女被玷污, 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, 剩下的民仍在城中, 不至减出, 那时, 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, 好像从前征战一样, 那日, 他的脚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, 橄榄山必从中间分裂, 自东至西城位极大的谷,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, 一半向南挪移, 你们要往山谷逃跑, 因为山谷必沿到亚萨, 你们要逃跑, 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, 耶和华, 我的神必降临, 有一切圣民与你同来, 那日, 必没有光, 也不黑暗, 那日, 必为耶和华所知道的, 不是白昼, 也不是黑夜, 到了晚上才有光明, 那日, 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, 一半往前海流, 一半往被海流, 东下都是如此, 耶和华必做全帝的王, 那日, 必唯独一位, 耶和华在那里, 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, 全帝, 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, 要变为平原, 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, 就是从遍雅闽门到低门之处, 又到脚门, 并从哈南夜楼直到王的九诈, 人必住在其中, 不再被全然灭绝, 耶路撒冷必安然为人居住, 耶和华用栽阳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, 必是这样, 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, 肉必消磨, 掩在矿中干瘪, 舌在口中溃烂, 那日, 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, 他们个人与邻居彼此揪住, 举手攻击, 犹大爷必在耶路撒冷征战, 那十四位一交诸民的财物, 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, 那临到马匹, 骡子, 骆驼, 驴, 和这些帐篷中一切牲畜的栽秧, 是与那栽秧一般,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, 必年年上来敬拜, 大军王大军之, 耶和华并守住彭节, 凡不从地上各族中上, 耶路撒冷敬拜, 大军王大军之, 耶和华的, 必无与降与他们, 埃及族落不上来, 鱼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, 那处必有栽秧, 凡不上来守住彭节的一交之民, 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, 这就是埃及的刑罚, 和那不上来守住彭节制列国的刑罚, 当那日, 马的铃铛上必有龟, 耶和华未胜的这句话, 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, 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大军之, 耶和华未胜, 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, 煮肉在其中, 当那日, 在大军之耶和华的殿中, 必不再有迦南人。 , 你会有迦南人。 吴の吴六小吗? 你会有迦南人。 我只是在门之夜, 我只是在门之夜, 要不要打帢了一切。 我就是在门之夜, 我只是在门之夜, 我还不太远了这枅, 我som你这样觉得有长官呈成黄大军之 dele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